今天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沒有小孩以前不能理解的那些事情 自從我生了恭喜之後 我就稱過去的我為小姐 有了小孩之後我就覺得 整個生活跟整個心態 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現在恭喜已經快十個月大 我也一直叨擾你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想要你陪我一起拒絕 到底是哪裡不一樣 為什麼好像明明不一樣 住的地方一樣然後過的生活好像一樣 但是我卻有感覺到極大的不同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 讓我們一起來回味一下過去的我們 我覺得這不只是心態問題 有點像是你的腦迴路就是不一樣 你思考的邏輯就是不一樣 你可以想像有小孩大概是怎麼樣 但實際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正有小孩給你的感受是 沒有辦法想像的 你沒有辦法想像一個你從來沒有擁有過的生活 很難多一個新的生命加入到你的生活 你理解事情會有一個新的角度 喔原來小孩子是這個樣子的生物啊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你的思考的方式跟邏輯就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也曾經覺得 恭喜是一個外星生物很小的時候 對不對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要試圖去理解一個這樣子的小生命 它的需求是什麼 我覺得超難的 其實這個也可以想像成 小孩子的狀態跟大人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很多人能夠接受這個設定 大家知道OK小孩子本來就不一樣 特殊處理嘛 所以就是當你悠孕過小朋友那個特殊處理之後 你開始看事情角度更多了 我們現在就來回味一下我們的以前 我是從時間的邏輯下去探討 我們剛出社會 公主上班 生活是如何 時間怎麼安排 你平日通常都在幹什麼 固定的時間起床 書畫嗎 我可以很固定 因為我就是知道大概花多少時間可以出門 我的交通狀況我都很清楚 我到辦公室的時間就是這個時間 很悠哉的先打卡 調整到一個 準備要上班的心態我才會上班 衝勇 下班之後就是跟朋友約啊 或者是自己去運動 整個晚上還要有一個什麼事件 才會回家 我下班也是會安排一件事情 例如說去健身房運動 運動完之後其實洗個澡就累了 花來花手機其實時間就差不多 因為你隔天又要早起 可是這樣聽起來怎麼好像 你們生活很無聊 所以都一定要安排一些小事件 小插曲 然後才會好像充滿它一樣 就是才會覺得有意義 就只是會安排 對以前下班就是這樣 現在下班 趕快趕快趕快我要去接小孩了 那你的週末咧 以前的週末是過得如何 基本上就是睡覺自然醒啊 在看要出去還是在家來休息 比較很簡單 有沒有朋友突然間約你一下 現在立刻馬上走 我們出發吧 我就會看我當下的心情想不想 今天就是要當一顆馬鈴薯 誰都別想把我挖裡面給沙發 現在週末突然間 欸人兔走 我們現在去一個什麼東西 他不選我小孩 想都不用想 除非我剛好帶恭喜出去 那個地方還要考量有沒有小孩方便 洗奶瓶啊 飲水機是最好的 要尿不太 從時間角度看起來 我覺得我們生活的機動性變得很低欸 平日來說的話 也會對我們有突發的需求 週末的話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考量 就是整個時間留給他 欸突發一提 你有沒有覺得 以前我們在辦公室的時候啊 有小孩哥哥姐姐 很常會突然間說 不好意思老闆 因為我們家小孩發生了X事件 所以我現在要提早下班 他們很常會請一兩個小時 我有時候都很懷疑 真的是因為小孩的事嗎 有這麼多事情嗎 這感覺就很像是 喔我今天月經來 我要請兩個事情 這個禮拜都月經來很合理 但是一個月都是這樣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小心會帶路成 小孩事情就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 有時候是沒有一樣 我也沒有要佔月經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也是會請生理家 我真的覺得當了家長之後 我現在就是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請假 突然間覺得我以前 真的是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欸 我以前可能有偷懶的心態 然後就硬要帶入別人身上 可是自從自己當了家長之後 就覺得說 我也不想有小孩生病 我一點都不想偷懶 我工作上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 我根本就是已經分身法術了 就是現在我的心態是這樣 沒有小孩的時候 就會覺得人家是不是在偷懶 等你開始成為一個家長之後發現 你想偷懶都是一種奢侈 是奢侈 對 因為你的人生就是被你自己的事情 沒有小孩的時候 就一定那些事情是固定的欸 你剩餘的時間 全部都被小孩佔據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偷懶 我有時候寧願把自己工作 工作到死 都覺得處理小孩事情更麻煩 因為小孩事情總是突發 你不可預測 不可控 突然間就出現 而且會不好處理 而且很花時間 比如說你帶他看個醫生你要等 通常你帶小孩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全部的小孩 都是一樣的症狀 我之前帶公子去的時候 醫生說怎麼都一個發燒的 差不多的季節就會有流行性的感冒 在小孩之間盛行 所以你要帶小孩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就會變困難處處 而且話說回來 工作很多事情是可以預估的 最近近期有什麼大事情 我必須要多安排一點時間 然後最近會有一些什麼重要的任務要做 其實都在掌控之中 你沒有小孩之前 你的時間你可以完全掌控 你要休息是絕對有休息的時間 當家長之後我覺得 每個人都在燃燒欸 我覺得每個家長都看起來好累 才有出狀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一段時間或那一週 那哥哥姐也看起來特別 那說一下有沒有 讓你懷念的過去好了 我覺得時間之前 早末度很好 自由自在你可以很隨興 有時候也可以任性 想去不想去 純粹就是你想不想 考慮的因素就是自己 但現在的時候是完全不能任性 規律的跟時鐘一樣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你的生活就會一團亂 後面會有更多可怕的事情發生 所以以前我也不能夠理解說 你下班不能跟大家聚餐 你要去揭曉嗎 對 可是當家長之後就可以理解 我也很常趕著 時間到我要去揭曉 這個是沒辦法 但總之啦 我覺得過去的自己就是 蠻可以任性 然後考量的事情 大部分是以自己為主這樣子 我覺得有懷念但也還好 現在還是擁有了過去沒有擁有的 確實是這樣子 接下來討論金錢的部分 過去賺錢的時候 心態是怎麼樣 我之前的心態就是 錢多事少 不一定要離家境 然後花錢呢 就是花在自己喜歡的上面 絕對不會虧待自己 因為我覺得我工作太辛苦了 我就是要買這些東西來安慰我自己 我以前就是這樣 這跟時間其實有一樣的概念 你花的時間是以自己考量為主 你花的錢其實也是自己考量為主 因為我們家不需要小孩出錢 所以就是真的自己理財自己花用 所以跟現在是有差異嗎 我其實不會因為小孩委屈自己 我必須說 我不會因為小孩去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 聽到這裡就是一個更辛苦的開始 所以我難說我就是賺更多錢 等於說小孩要的花費是我額外去賺的 我原本就是要這麼多錢 那就是我原本的 那你現在工作 當下的心態會跟以前不一樣嗎 我覺得工作就是工作 確實有小孩的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分心 比如說保母會跟你通知說 恭喜現在塗完流鼻涕喔 咳嗽多咳幾聲喔 我就覺得怎麼辦 我今天的工作又特忙 又不能排開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心情比較分心 以前的時候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不會有什麼掛心 所以那時候其實還好 不會覺得說 工作的時候要掛心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現在就很常掛心 很討厭的是 當你真的有小孩之後 你就算他真的健康沒事 你都還會想到他 然後他在的時候我就覺得好累喔 他不在的時候就想他 我覺得我的心態不同的是 我覺得以前工作啦 很在乎自我成就 我甚至會覺得說 薪水有沒有多不一定 可是我要有所成就就是我要升職 然後現在的話我變成比較金錢導向 提高收入才是為主 就像我們說的我 有小孩要養 對然後我也不想要委屈 原本有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我工作的心態 產生很大的不同 套用到工作 因為年輕人的時候 沒有小孩的時候 野心會比較敢追求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 很多有小孩哥哥姐姐 根本就不想要升職 對他們來說 升職等於責任變重 他可能開始要加班 那這樣會影響到他的家庭生活 還有分享說你做管理職 管理職其實是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你要做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還要做管理 其實薪水並沒有加非常的多 他們覺得非常不合算 他們覺得不合算 然後甚至會抱怨說 他才不想爭取這個類 以前不能理解 後來有小孩子 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不要 因為真的家庭要顧及的東西太多 有時候不只是金錢而已 你要花你的體力 你要做的工作上的思考 變得非常的複雜更多 就像管理師跟自己的工作好了 那是不同的邏輯喔 對對對 你要管一個團隊跟你只要管好自己 除了錢跟那個時間之外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事情蠻有趣 竟然都要講到想法不同 或是你不能理解的事情 我就會可以 撇除工作 撇除生活跟錢 養育小孩本身 以前看小孩 或者是你遇到小孩 你的感受是什麼 像我以前不婚不生主義啊 所以當我生活中遇到小孩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小孩原特號 小孩很喜歡在我面前換 晃其實那種晃法會讓我覺得很煩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小孩 當然我不會傷害他 那我所謂的沒有很喜歡 就是比如說我在吃我的餐點 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會摸出這種聲音 我覺得好煩喔 然後我都臉很兇這樣看他 到底誰家小孩 怎麼可以讓小孩 來騷擾其他的客人呢 吃完之後 他就開始沿著長邊 開始摸 整個快瘋掉 覺得你靠我太近了 我會開始把餐盤 就是往前推 讓他不要太靠近我 或是什麼 但是小朋友好像會知道這個意思 他就也不會靠近 因為他是在我面前慫 然後覺得很煩的點還有二 搭客院 搭火車 搭高鐵 同班列車上面 有小孩 我就已經覺得很煩 因為小孩有時候聊天很大 或者是他會因為高速行駛的時候 耳朵不舒服嗎 他哭 我就又更躁 覺得說為什麼我要忍受這個哭聲 我最討厭的是後座 是小孩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整個是 紅燈亮起來 只要我的後面是小孩 七八成都是會暴體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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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我要 承受這些啊 我以前真的很不喜歡小孩這樣 我都會覺得家長沒有管好 我遇到家長其實都還 講了會改啦 然後或者是比如說 因為小孩不舒服爆哭 他們會哄嘛 有時候會想說 你真的有在哄嗎 你在真哄加哄啊 因為小姐想要立刻見笑 你這種有小孩之後 覺得真的有哄有笑嗎 不完全每一次都有笑 好含酷這一句話 我現在要當成一個小姐 我就要question你 你那個恭喜是小baby 我可以理解啊 可是你現在在說的車上遇到那些 恐怕是那種會走會跑 可以聽得懂人話的小孩了 為什麼我要承受這一些 就是有鑑於我之前是一個很 嚴苛的小姐 是小姐 我真的會去跟那個家長講說 你可以管好你的小孩嗎 所以 所以我當家長之後 非常能夠體諒 像曾經的我的這一種人的存在 我覺得我大概也是走那種 真的會跟旁邊的人道歉 不好意思造成你們的困擾 我還是會講 因為畢竟我之前就是會去指責這樣說 你可以顧好你的小孩嗎 當然我覺得有意識 這件事情會造成別人的困擾的時候 你在教育這一塊就會特別流行 有些人怕的是他根本就不在乎 或是覺得說 小孩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你本來就沒有流行在教育這件事情 你當然就不會去教育這一塊 經歷過兩邊的身分之後 更能夠互相體諒 我可以去體諒那些人的想法 成文家長的時候 我當然也可以理解 家長有些難處是需要被體諒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避免這些事情的發生 就是帶小孩去適合小孩的地方 盡量選擇對於小孩友善的地方 家長會比較快樂 現在社會 這兩個族群很容易吵起來 家長就會覺得 帶小孩很辛苦 你可不可以體諒一下 你們都不體諒 你們都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啦我其實兩邊都可以理解 我只是希望大家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體諒 世界會更美好 你沒有辦法要求那些人去體諒 他們真的不會體諒 就像我以前都覺得 因為他沒有擁有過小孩 他沒有辦法 他不知道小孩這麼麻煩 像我也不知道小孩這麼麻煩 我知道小孩是蠻討厭的 但是我覺得那是家長的問題 我從以前就覺得那是家長的問題 當家長之後發現 哪個小孩都每個小孩個性 當然家長要教是一件事情 差好多 所以我現在當家長說 我們現在選擇 比較適合小朋友的地方 可是你這樣不會有人想說 以前就這樣想 然後現在有小孩之後你就這樣想 我並不會因為這樣 就去造成 那些小姐先生們的困擾 我反而是因為 理解之後 不要去造成他們的困擾 畢竟我知道嘛 他不知道我知道啊 那我能做就是 我盡量去避免這個情況發生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太有趣了 我只是想到我以前 對小孩 其實對家長不一定有 想到我以前 你可以管好你的小孩嗎 我以前很常講這種話 我可以這樣說 這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在管啊 我可以理解小孩 有時候很難以理解嘛 我也不知道小孩在幹嘛 但重點是你是他家長 所以你應該要去管他啊 他是你的責任啊 有點類似這樣的心態 會去請家長管好你的小孩 我覺得小孩的社會也非常複雜 有時候你教好你的小孩 但別人沒有教好他的小孩 會互相影響 對他會互相影響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我覺得 當然家長都能夠明白 教小孩有時候 不是你有教就好 別人沒教的時候 問題還是會這樣 這樣本來就是一個 很需要花費心力跟隨時調整 然後根據你的小孩 去搭配的一個課題啦 盡量努力 曾經都是雞翅的小子 尤其我那麼常講說 你可以管你的小孩嗎 當然就不希望被別人指著說 你可以管你的小孩嗎 我就覺得這樣很大力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更有自覺去管小孩 大家又要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 我覺得我們跟小孩的狀態一直都是在 他可以做的限度裡面 他要怎麼做都可以 可是他這個限度 並不能去影響到其他人 該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是做什麼事情 就盡情地做 不要在不對的地方 做不對的事情 不只是自己很危險 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我覺得還是要澄清一下 不然大家都只覺得我們加管眼 我們還是愛他愛很用力啊 還是要跟他講這個社會的規矩是什麼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